大家好 我是瓦片 今天 因为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 就是因为需要有工人师傅过来帮助完成一些小工程 所以就只能救别人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就稍微晚了一点 对不起啊 今天因为事多 也没怎么上网 所以今天也没来得及去浏览和听这些其他老师的内容 我就就着自己 我的这个对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 来这个继续闲聊 这个闲聊之前 直接吧 就不之前了 今天 昨天可能大家都在网上看到了几个帖 这几个帖 是分属从不同国家回到国内的人 在回国避难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 拿出一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这种 这这这这这种 啊 这个逼格啊 在收留他们 接待他们 庇护他们的 我们的国家的工作人员的面前 玩恨啊 这个视频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啊 呃 尤其典型的是两个女人啊 一个是从澳大利亚回来 入了澳极的一个女人啊 要展示她是外国人 不戴口罩 不服从规定 不服从管理 要出去跑步啊 然后理由很充分 我我身体不好病了 你来管我啊 很厉害啊 我就在想啊 这个外国人 嗯 是个什么呢 如果要说是什么 我们这个 呃 PT家人分享 听到过我这个 这个这个 探讨的朋友都知道啊 他们比我们还低一个层次呢 关键这个人还是一个 这个卖主求荣的一个人啊 所以我今天也不客气 我在在在在在那个 呃 头条里边我也 给他留了一个评论啊 背可能背不住 我就大概意思啊 一般像这种 到国外去放弃国籍 加入当地国籍的人 第一 他们就没有基本的 人格 而且我看这个女人也不到啊 了不起就三十岁以内的这个概念吧 就三十岁左右吧 那么好了 你凭什么跑到澳大利亚去入得记 你是投资的移民还是留学以后 这个留在当地 或是以其他的更怎么样的方式跑过去 你可以告诉我你是移民 那么对不起 你哪来这个资本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亲厚一下你的老爹老妈啊 如果不是他们给你做这个铺垫 那么谁给你做的这个铺垫呢 你吗 你怎么来的呢 别告诉我你是科学家啊 我看你那样就不像 为什么呢 你没那个格调 不具必那个境界 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人啊 说什么她 一个是冲冠 一个是她 不给她水喝 因为她只能喝矿泉水 我靠这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是来避烂的呀 所以这些问题弄到一块以后啊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给他们两人留的嘴上没留得的 我说这种人 我说这种人一般都是代价而售的啊 受货源的售啊 代价而售 就准备卖的人 他卖自己卖祖宗 卖一切可以卖的 他才可能是这样 我堂堂真正在国外 飘荡二十年 我从来就讲 我哪怕你们看不起 我也拿中国护照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改不了 入了一个外国籍 而且还是个不如流的外国籍 明天我就讲这个话题 澳大利亚是个什么国家 卖一个垃圾 你就成澳大利亚人了 澳大利亚人很光荣吗 连英国人都看不起你 那是流放地 弄明白 那是囚犯的地方 你以为你去了哪 人渣 所以啊 我们的国人啊 弄明白 一定要多弄清楚 弄明白 多学习 多了解 别拿个外国护照 就怎么地了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什么地方 一定要弄明白 既然那么好 你跑回来干什么 你又在卖爹又在卖妈 你这次如果你爹你妈 以前曾经有过贪污受贿的行为 这次就被你给弄了 傻冒 好了 脑道不好意思啊 看着这些人有点发火 忍不住 不谈他们了 那么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现象啊 我在想我前一段时间 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那么因为我们都在 呃 焦距主要是在PT和DCEP上面啊 就在金融这一块和这个 投资领域这一块上面 群住的比较多 但也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经常提醒大家的 结果我自己犯了错误啊 就是我们的眼界要宽一点 尽可能的全面一点 退远一点 站高一点 那么通过这个现象 我们就发现这里边啊 实际上反映的 实际上反映了一些 很深层次的 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跟我们前面谈到的是一体的 那么我们暂且给他定名叫什么呢 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 西方利益集团的文化霸权啊 军事霸权 经济霸权 规则霸权 今天我们就谈文化霸权 那么实际上 从一次工业革命以后 当然这个我们要先要声明一下啊 萨克逊这个民族 在近三百年左右的时间 为人类的高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啊 因为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来自于到现在 整个这个工业革命的过程中 都基本上发生在 萨克逊 这个种族的 阵营里面 他们很明白在取得主导权以后 他们很明白自己所缺 是什么 所以 他们就从文化上对优秀的文明 进行抑制 这个话题 以前我跟别人辩论过 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辩论过的 这个辩题啊 把它提出来 就关于庚子赔款 美国人 用 所得赔款 在中国建立了十所大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清华北大啊 这个同济啊 这个 等等吧 就这一波 这个庚子赔款时期 在国内建立的 无疑 他们 肯定 这个学校 为中华民族接触 近代 科技文明 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啊 和推进和促进的作用 但是 他们真是好心吗 日本人 在庆华 过程中 几乎把中国所有的中医 陈耀的 厌方 处方 搬到日本去了 你们现在很多人从美国 从日本买回来的 日本玩药 那就是中药 那就是在 庆华战争中 从中国 掳走的 中华文明的 智慧 接近 美国人 更狠 为什么说他们更狠呢 他们 采用的是文化上 矮化 去更化 去更化 妖魔化 来否定 中国的文明传承和文明传统 那么到今天 不得不说 他们的策略 是成功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前面 不断的提到一个话题啊 就是规则 规则自定权 标准自定权 文化领域 同样如此 所以才有我们国内的专家 不 不着急 国内面对的疫情 要着急到 SIC上面去发论文 那也是规则 为什么呢 只有英文 论文 彩笔 国际的 权威 刊物和机构采用 这就是 撒克逊民族的规则 当然 另一个面啊 别人为人类做出了这个贡献 得到这个规则的制定权 也无可厚非 但是关键是 我们如果不认知 不认识 那么像 我们今天开始谈到的那两个 败类女人 的类似现象 就将 就将重处不准 这一次 疫情 我们的高层 非常的文明 英明啊 大胆的 在整个疫情的抗疫过程中 把中医和西医 摆到一个客观的位置上 来进行验证 来进行评判 那么 结果 我想 大家 因为 PT的问题 因为DCEP的问题 天天拿着手机的 或多或少 都会看到那个结果 国际很吃惊 伊朗 疫情 这么严重 为什么 治愈速度这么快 因为 带到伊朗去的 检测设备 就是那一个 大家讲的 试剂盒 就是川大和 清华 合作 创立的 制造的 现在整个欧洲 得到了认可和认证 为什么 他们 具有无比的便捷性和准确性和快捷性 他们带过去的药物 就有我们的 抗击新冠状肺炎的 中尘药 武汉也事实证明了 轻症 和中 中 中度症 症状 和 流行区域 中药的 防控能力 和救治能力 远远高过西 国家 国家卫生部的很多 这个官方公告已经都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么 那么为什么 从 清朝末年 也就是庚子以后 要出现 对西医 西医对中医的诋毁 甚至抹灭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 网络上有一种风叫做中医黑 我不去批评这些人 我们谈的是这个现象背后 这就是文化规则 所取得的成功 那么反过来就是 我们在别人的文化规则下 不得不去接受 就像我前面几天讲到过一个话题 搞中国古文字研究的 搞中国古艺术研究的 搞考古的 搞假古文的 要想拿到学位 就高学位 必须要过英语的 国际标准考试 这是不是扯淡吗 这哪跟哪啊 但是 没有办法 这就是规则 因为我们的体系 是完全按照西方体系 复制的 当然 也没有办法不复制 否则我们就自己把自己锁上了 锁国了 如果没有前面 参与到他们的规则里 那么我们现在也不可能 重新回去找我们的根 我们也不可能 从中脱颖 文化的泯灭 文明的泯灭 比物理的泯灭 更可怕 当我们上市了自己的传承 上市了自己的文化 那么我们就是有着优秀传承 和思维能力的高等工具 或者叫做高等奴隶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也是个很沉重的现象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 我们回避不了 我前面也讲过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怪异的悖论 就是用西方的学术方法 和教育方法 来传承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 好在这两天喜讯不断啊 第一个 教育部的正式的内容已经出来了 我们的高考制度 要进行改革 我们以后的高考 连小学的教学类用都有 现在上层终于明白了 按照西方科学和西方思维 西方逻辑 来制定自己的教育 得到的结果就是 我们得到的都是偏费性的人才 而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 最宝贵的就是 我们是一个 整体思维 整体 这是我们的优势啊 这是高等文明的优势啊 今天的网上 大家应该收得到啊 我们的这个 教育改革 内容 已经 网上已经开始有了 我很高兴也很欣慰 因为今天是比较生气 那个看到那 那那那几个视频 真是有点让人 这个 难受啊 难受我们就要反思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难受 优秀的 这个人总总要去跪拜那些低等的文明 但是呢 没办法啊 中国有一个麻烦 一个列根性啊 因为我们中华文明不是血缘的 这个 我们中华族群不是血缘的族群啊 我以前提到过这个话题 中华 族群不是 血缘族群 而是 文化和文明族群 是文化和文明认同 而形成的族群 所以我们有 龙的传人 有燕黄子孙 的说法 那是文明认同 啊 龙是图腾的认同啊 但是世界上很多的 这个族群 他们都是血缘的族群 所以他们就比我们狭隘啊 由于我们是文明的族群和图腾的族群啊 是文化凝聚起来的族群 那么必然的 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角度 和各种各样的运用 和各种各样的各取所需 于是 有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词 叫汉奸 汉奸 汉族里边的 奸细 汉族里边的奸人 这就是汉奸 汉奸这个词 只有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有 尤其近代汉奸 尤其多 原因就是我们的新生的思想界 学术界的选拔培训方式 注定了 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专家 我记得我讲过吧 专家什么是专家呀 专家就是专 做专门 工作和专门研究的 这是高尚的说法 那么最具体的说法就是 专有工具 梅花起子 那么他就只能去拧那个梅花螺丝 一字起子 他就只能去拧一字螺丝 梅花班子 那是几号就几号 大一点不行 小一点还是不行 套筒固定 统统如此 囊头只能用来砸 其他都不灵 这就是专家 当我们的社会被破碎化 我们的文化结构被破碎化 我们的研究体系 被破碎化 那么中华文明的一切优势 当然无存 其实老百姓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了 他们感受到了 所以才说 专家都是害人的 专家不一定都是害人的 这个话有点偏颇 但是顶这个专家的牌子到处 你是起子就干起子的事 那你是专家 你明明是把起子 你一定要去干榔头的事 你真就要扯淡 关键我们现在在社会上 麻烦的就是 起子要去干榔头的活 搬手要去干斧子的活 这就扯淡了 你是把斧子 好斧子 但你改不了螺丝啊 所以我们对专家 我们也要有我们自己的这个 准确的去把握啊 因为能够成为专家的 往往都是我们族群 族群里边的高资成 高学历 而仅仅是教育的体制 教育的设置和选拔的方式 或者说是把他们给毁了 或者说是把他们给固化了 但是文化和人性呢 又是多样性的 所以他站在他的行业的高度里面 总觉得他比其他人都高 于是该不该他干的他都干 这有点害人 好了 我们就不扯太远啊 很开心 很高兴我们国家的教委 对我们的高考制度 对我们的教育体系 已经非常清醒的意识到了 于是回归到中华传统文明 应该有的方法上面去了 非常欣慰啊 所以我说我们中华文明 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善于学习 善于总结 我们总是在灾难中 学到 思考到 并且用于行动 这就是中华文明 所以中华文明能够传承 能够不灭 好我们把这个弄完了以后 我们还是讲点 经济 金融方面的事啊 因为我们毕竟是因为PT 等待DCEP和PT联姻 而走到一起的一个群体 我们肯定更关注于这个金融和经济的问题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 昨天晚上 这个美国又上演了 这个要让我们的这个巴神啊 巴菲特啊 巴神 这个用中国口语的这个现象 这个这个这个场景啊 我不知道 不过老师说我真不知道 巴神知不知道我操 这个词啊 或者叫我靠这个词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想 他如果知道 一定会讲这个话 因为短短的 十天不到啊 我们巴神 就连冒了四个炮了 当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 有记者采访他啊 巴神很自豪啊 我活了89岁了 就看见过一次熔断 一直到昨天啊 还熔断 而且差一点就 一天两次熔断啊 当然 我们这是调侃啊 我们这是调侃啊 这个现象 到底在搞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问题 我们昨天 不过昨天好像这个熔断好像脑给这个老大做这个注视啊 昨天我们刚刚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美元和美债 移椅子圈财 这个格局啊 昨天 昨天我们刚刚刚在这就把这个話题彻底的展示给大家了 至于其他的 っ 官家怎么解释 我因为今天没有时间看 我还没去浏览 我就以我自己的这一点浅见 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 在非正常工作日 在没有会议的情况下 宁城释放了七千亿 第二 零利率 那么专家们会解释 这是为了刺激股市 是稳定市场 稳定信心等等 这是专家们 因为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就敢乱讲 那么我们想一想 08年以后 美国无数次的使用QE QE实际上 哎呀我们也 我不喜欢上课给大家讲洋文啊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讲中文 这个QE什么意思呢 就是印钞票啊 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这个词 大家知道了啊 那么量化宽松的核心 就是印钞票 继续多印钞票 就是QE 我们这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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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不是学术讨论 也不是开学术会 所以我们就来一点社会化啊 QE 大家记得 它就是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 是一个学术词汇 所以核心 就是多印钞票 就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神秘啊 印钞票 那么要多印钞票 它一定要把利率放到零上面 或者零以下去 那么我们来看啊 08年以后 他们不断的量化宽松 就不断的印钞票啊 把美国股市用11年的时间 拉到了这次股灾爆发之前的高度 那么从 股灾发生前的高度到现在 我没有准确数据啊 大概估计了一下 美债的市值 大家回去可以查一下啊 美债的市值应该是超过了4.5万亿 以上的蒸发量 我说真的是蒸笼的人啊 就没有了 4.5万亿美元没有了 我为什么原来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PT人不要太高看自己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体量 我们的体量太小太小 太小 你们看看随便股市打个哆嗦 都是全球数字市场的多少倍 而且大一点的公司 都比我们的体量还大 所以不要太高看自己 我们的路很长 但是当然这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的机会 我一直讲最大的机会就是 PT扩容 增加体量 那么只要他扩容 增加体量 每一个现在在里边的PT人 就必然的受益 那么实际上我一直讲 特朗普同志 川普同志是个好同志啊 总是神助攻 那么现在的这一切操作 那么是不是就又回到了一个 我们昨天讲到的现象上去了 无限的发钞票 发钞票 发到一定高度以后 有意无意把它引爆 那么怎么办呢 再发钞票 再发钞票 那钞票不就要贬值了吗 没关系啊 以债抵债啊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高明 也是美国的悲哀 把金融过分的游戏化和投机化了 于是他就必然的 有学术上讲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危机周期 那没办法不周期啊 因为你玩的都是数字啊 都是钞票啊 都是纸啊 数量增加那么多 泡沫增加那么多 财富没有增加呀 那玩到后来 他只能是重来一次 资本论里面 讲到一个叫金融寡头啊 大家应该听到过这个词啊 金融寡头 美联储 就是一个标准的 刮头 再加上 华尔街 这个 市场的刮头 那么这两个刮头 来回动作 就把全世界玩弄于股 股 之上 那么今天也有比较敏感的朋友 把世界银行组织 这个 关于这个数字货币方面的 这个 这个讨论啊 也发过来了 那么各个中央银行 为什么 这么 高度的 紧张和关注 数字货币 就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 Libra 仅仅是一个 引线 核心的 就是美国金融寡头 的游戏 使大家在 引爆股市之前 已经感到了 那种 韩测股啊 尤其是 各个国家的 金融掌舵人 他们比我们 更专业 他们 比我们的信息量 更大 更准确 他们的信息 来源 更多 我们 仅仅是从 市场和世界的 舆论中 去收集和筛选 一些蛛丝马迹 然后用这些蛛丝马迹 来拼凑一个 基本可能的 信息走向而已 那么这一次 因为 我讲了 我们习主席很英明啊 十月份就 举手 高呼 区块链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 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 我想 我们 已经约了一大帮 小兄弟 做好了 准备了 我看 昨天 还是前天啊 我们 饶博士 把这个 PT 拥有 哪些国家的 那个国旗图 发出来了啊 这是大家的福音 这是大家的福音 他觉得 这个事情 绝不会空穴来风啊 他来不了啊 从哪去想呢 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的衰败 大家都看到了 美联储和华尔街的 这两个寡头 对世界的 轮番掳掠 蹂躏 谁也不愿意 永远的忍受 那么不管是人为的 还是自然发生的 那么正好 瞧瞧的 在疫情发生后 石油也开始 于是 世界开始 进入美国 想要的再一次轮回 也进入了 所有 被压迫者 可以 去利用的 空间和机会 因为现在 他 最虚弱 还有一个好现象啊 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 在 这个 以美元和美在 美股 为代表的 这个资本市场 这个 埃红遍野啊 这个叫做 这个 这个 你们说的叫什么 瀑布是下跌的情况下 比特币 比特币 为首的 数字货币 与市场 并非联动的 特性 已经出来了 因为 为什么我前几天 一直不愿意 谈这个话题呢 因为这里边 有个 有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什么呢 数字市场里面 也有了 你们叫的 巨金 金融学上 叫的寡头 或者叫多头 那么因为 他的体 体量很小 那么一旦出现了 巨金式的 结构 那么市场的 运动 轨迹 就必然的 会带上 人为的 痕迹 我一直讲 我们的老祖宗 无比的智慧啊 你看这个 人字啊 你们很多老师 都可能给你们教过 你看一撇一落 是互相支撑 但反过来讲呢 这个人天生就有两重性啊 所以佛教才说 一切均在眼前一念之间 好了 今天我们就 我们就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初见 然后给大家说一个对不起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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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提一个话题 跟我开篇讲到的话题 一样 我们PT人里边 也有这样的人 今天我听到一个故事啊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群体里边 今天有人 以善念善心 给大家 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思 这个皮肤病的药 那么 据说 今天有人 因为没有及时收到 而破口大骂 我就在想呢 别人 别人欠你的吗 这好像 有点不对劲啊 对不对 我今天不点这个名啊 别人因为保护你 很大度没有告诉你 没有告诉我你是谁 我奉劝你好自为之 真的 人要懂感恩 谁都不欠谁 没有得到 你问一下不行吗 是不是给我记丢了 是不是弟子搞错了 多好啊 那么 有一点啊 我一定会想要想办法知道你是谁 因为像你这样的人 是永远不能合作的 遇事你就要咬人的 有好处都你的 遇到事都别人的 你就这种人 如果知道 这个人是谁的 我奉劝大家离他远一点 一定会害你 怎么办法知道 我都别人了 我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